江蘇南通開發區小海街道的一名城館人員 先是將一個拖小車的老人手中的稱陀搶奪下來 平拖拉老人以致率倒 之後城館將稱陀扔到車上 老人跑上前索要稱陀 這名城館將稱陀斑斷扔在地上 老人有意坐上車抗議 南通市公安局已對該名稱城館 給予行政拘留和罰款1,000元人民幣 但卻不能平息民憤 指責當局處罰泰卿表示 應該以故意傷害罪判刑 鑑定傷情追究刑事責任